来关心台南杀警案造成了两名远警殉职 事发至今一年多 凶手林姓吴遭检方起诉求处死刑 但是每每开题却似乎又事不关己 同名城的姐姐听了当场气的大海要他闭嘴 因为根本无法接受 林姓吴称杀警不是故意的 和另外一名殉职远警的家属 唯一心愿就是希望法院赶快判他死刑 去年8月外议间逃犯林姓吴 抢警枪持刀杀害良民远警事件震惊社会 时隔一年多凶手林姓吴遭检方起诉求处死刑 一度当庭道歉 但家属根本不能接受 如果你有罪恶感 你怎么能够这么的神情自在 安详的坐在那边发呆放空还变胖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家人受到多大的折磨啊 30后开庭辩论 凶手林姓吴向两讯指远警家属道歉 说很后悔做了这件事 自己最有应得 但每每开庭行为道士 事不关己要家属 怎么能相信 起的要求闭嘴 一个技巧性的座位 道歉给谁听 法官吗 我才会说闭嘴啊 而据了解 检方主张林姓吴所犯的是 两公约所说情节最重大的罪行 应该判死 才能告为两远警在天之灵 以及抚平家属伤痛 不过林姓吴律师 则辩护林姓吴犯行事有罪 应该受严厉惩罚迷错 不过并非有计划的预谋杀人 而是偶发性仓促杀人 四十岁前没钱科 所犯非罪重大之罪 有教化可能 不应判到死刑 一听讯指远警图名成二姐 当场开枪 司法代表的功力争议 不该入为行事上的自我安慰 一度哽咽 因为每一次讲起都是心中的痛 地院时月下旋将进行宣判 家属就判最后司法能换公道 就航母集谈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